抛出去的一个问题 哪一个问题 这个图 P和R之间 到底有没有 这 有没有公益间歇 你要是就题论题的话 这个题我讲完就完事了 但是绝对不代表说 我给你再出个题 你就会做 你比如说 我问大家 如果我把这个横杠改一下 我把施工过程二 整体往右移一个月 同时我让施工过程Q 整体往后也移一个月 也就是说 这里对应的工期是12个月了 肯定不是11个月了 那我问大家 还是这个题让你计算 其他条件都不变 P和R之间的Z J有没有 刚才有没有 刚才我跟你说的没有 如果我整体往后移了一个月 这个J是几 有没有 有没有 你要说再没有 那我再往后移 有没有 有 如果我一开始画图 就画红色的这个呢 你能知道 J等于1吗 有很多人写0 还有可能写3呢 这就是我们抛的问题 你刻下自己思考去 但是没有必要在这里给大家延伸 这做好多题了 有好多题可以让大家做 但是这种题就是我们所说的难题了 也就是说流水时光 我们就讲那么多 三道题 三道题你能听懂吧 能听懂啊 我觉得我讲的应该还不错 但我讲完之后 我估计你应该能听懂 但是你要注意点 你能听懂不代表说你会做题 你能听懂 绝对不代表说我给你个题 你能做对 这是两码事 大家刻下这一块必须得做题 你可以找 你说这一块老师我没题了 你让机构给你找模拟题 或者说其他机构模拟题 这种模拟题你做的越多越好 所以起码我们现在五六月份这个阶段 这个题得做 这种题得做 你通过做题啊 你能够找发现错误 能够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呢 只是把最基本的基本概念 包括画图的方法 包括基本公式告诉你 结合例题呢 给大家讲一下 但是呢 这种题目啊 千变万化 我随便变化一两句话 包括你看这种题 我随便把横杠往后一移 这个题的计算结果 包括画图就全部一样了 包括你看计算 这里就得再加上个一了 你肯定不能不加了 不加就错了 总共7就不再是这个数了 画图呢 画图肯定也不是这个图了 我就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的P和2 如果是有公益间隔的话 如果是一个月的话 这里的2 你就不能让它在这个月开始了 就是不能光考虑流水不倦 还得考虑什么呀 还得考虑一个月的公益间隔 还得再往后再推一个月 它的进场时间就得从这里了 画出图也完全不一样 我给一个条件 有可能这个题的计算结果就全部一样 那你有可能本身觉得流水 称为节拍我都会做了 那考试不一定能得分的 所以说这个呢 我们给大家留出这么几个问题来 你刻下自己做题巩固一下 也就是说呢 你需要有一定的紧迫感 我们最难的题目是2013年的那道真题 那道真题啊 没有偷出情况 我们一般都不讲 因为那种题只要讲 会打击你的积极性 就是那种题一讲 你会感觉 哎呦 我还是别学了吧 学了半天做不对 但那种题是极个别的 极个别的啊 就是说它出的比较难 绝大多数题目 还是向我来说是简单的啊 好了 流水实用我们讲那么多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网络图 网络图的致点呢 相对来说还是要简单一些 因为 因为这块内容呢 在我们这个项目管理教材上 介绍比较全 相应的这个计算 计算呢 也也有 题目 书上也有 这种题目 我估计大家应该都做了 我这里呢 也是讲基本的内容啊 我把几个基本概念 给大家突出一下 因为大家应该是也上过 项目管理的这个课 是不是也 也开了是吧 我们有些学员会上过啊 反正你有一些没报班的 没报班的呢 我肯定认为是你自己 应该是会的 就不需要报班外汇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 具体这几个 基本条件 基本概念 你是不是都知道 比如说 我给你这么一个 双代号网络图 考试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你像我们那个 项目管理教材上 它有这种单代号 双代号 包括什么单代号 搭接 或双代号 实标 考试的时候 我们实务上 一般考的话 就考双代号 或者说是叫做双代号 实标 单代号一般考不到 单代号一般考不到 那么网络图 我问大家 网络图和横导图相比较 网络图最突出的优点 是什么呀 虽然它也是我们进行 进度控制用的方法 但是它最突出优点 是什么呀 它最突出优点 应该就是逻辑关系 就是我给你这么一个 网络图吧 不管你知不知道 这些工作到底是干什么 但是因为它有箭头嘛 所以说我们很容易的 能够找出 谁是谁的紧前工作 谁是谁的紧后工作 对吧 你比如说我问大家 之二吧 之二的紧前工作是谁啊 之一 那我们怎么理解呢 就是之一必须干完之后 之二才能开始 比如说我问大家 榜二呢 榜二有几项紧前工作 你看一下 榜二 榜二有几项紧前工作 到底是两项还是三项 这个概念你得有 对吧 榜二有两项紧前工作 分别是 之二和榜一 也就是说这两个工作 只要干完 是不是榜二就能开始啊 对吧 这个呢 就是说我通过画图 能看出来 那你要说我要结合现场实际呢 我也能分析出来 你比如说我现场施工的时候 就是先织模板 绑扎钢筋 再交入混凝土 那你同样是第二段 那我肯定得把第二段的模板 先织设好 那钢筋工才能站到模板上 比如说板吧 才能站到模板上绑扎钢筋嘛 那你要是模板没织设好 它没法干活 然后呢 绑扎钢筋 我都规定好了 你必须得先干第一栋楼 再干第二栋楼 再干第三栋楼 那你要第一栋楼的绑扎钢筋 没干完 我能让你上第二栋楼吗 也不行啊 所以说 织二和绑一 都是绑二的紧前工作 好理解吧 好理解 这是我们解题的关键 看着挺简单 但是做题的时候 这一块是解题的关键 不管是画图 还是进行时间参数计算 都要用到这个概念 所以说你得会 好了 几个基本概念 第一个 关键线路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什么叫关键线路 在一个网络途中 什么叫关键线路 就好了 持续时间最长的线路 是关键线路 这基本概念 如果大家之前 你还没有开始学 大家我建议你好好 回去看一下 我们的项目管理书 因为它这一块呢 书上对一些基本概念 都有介绍 我们这里呢 只突出后面 实物考试相关的 这几个概念 关键线路 持续时间最长的 什么叫非关键线路 除了关键线路 都是非关键线路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在一个网络途中 关键线路有几条 怎么说呢 怎么表示 是不是应该是 大于等于一 至少一条 考试的时候 如果让你找 关键线路的话 可不是一条 找完就完事了 你得多验算一下 有可能不止一条 至少一条 最长的 再一个 什么叫关键工作 这个好说 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都是关键工作 因为我们有类题目呢 是给你个网络图上 你找关键工作 所以说你得知道 什么叫关键工作 关键线路上的工作 都是关键工作 总时差 总时差概念 是我每年必考的置点 怎么说的 你自己从下边 是不是能说出来 什么叫总时差 一个工作 在不影响总工期的前提下 它所拥有的机动时间 为什么说 这个概念一定要考呢 一个 它有可能考本身的计算 另外呢 有可能会和某些事件 施工索赔 索赔工期有关 所以说 这是每年的必考点 你必须要会 而且还得理解 一个工作 在不影响总工期的前提下 它所拥有的机动时间 好了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你看我画一个 最简单的双代号网络图 我们主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总是它的概念啊 假设有A B两个工作 A的工作呢 持续时间是五天 B的工作呢 持续是一天 比如说我这里 把它接点编号 也画好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双代号网络图 比如说我问大家 关键线路是哪一条 应该是按线路 按节点表示 就是一二三 总工期是多少天啊 五 关键工作哪一个啊 对吧 这是很简单的 好了 和总是什么关系 你看我们这样给大家分析啊 比如说我以A先举例 A 在正常安排施工的时候 我让他第一天开始干活 影响不影响总工期啊 他持续时间是五天吗 我总工期不是五吗 那我实际安排的时候呢 我让他第一天开始干活 影响不影响总工期啊 不影响吧 那我让他第二天才进场干活呢 那你说总工期五天还能满足吗 不行了吧 那是不是影响总工期了 也就是说他只能第一天开始 是不是 我们按照我们的分析 他只能第一天开始 第二天就不行 第二天就影响总工期了 所以说你的时候 他的总时差是几啊 他的总时差就是零 他没有机动时间 他一天的机动时间都没有 也就是说工作A的总时差就是零 再看B呢 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我让他第一天开始干活 行不行 我让他第二天开始干活 行不行 我让他第三天开始干活 行不行 我让他第四天开始干活 行不行 我让他第五天当天开始干活 行不行 可以吧 我让他第六天开始干活 行不行 不行 好了 他第一天开始干行 第五天当天开始干也行 好了 我再明确一下 从第一天的凌晨开始可以 第五天的凌晨也可以 对吧 几天的机动时间 五减一 它有四天的机动时间 所以说工作B的总时差是几啊 工作B的总时差就是四 它有四天的机动时间 和工期索赔怎么联系啊 出题怎么出啊 出题都这样出 假设在实际施工过程中 由于建设单位原因 导致工作B拖延六天完成 施工单位提出六天的工期索赔 问成立不成立 说明理由 由于建设单位原因 导致工作B拖延六天完成 施工单位提出六天的工期索赔 成立不成立 成立不成立 那你就看了 延误了六天 你说延误了六天 能不能就对总工期影响六天呢 不会的 它总工期没有影响那么多 和哪个参数有关 就是和总时差有关 我通过计算 工作B的总时差是几啊 是四 什么意思啊 它有四天的机动时间 四天的机动时间呢 你延误了六天 我们用六减四 实际延误了几天 两天 有时候我通过这个概念呢 我就可以解答 解工期索赔的题目了 由于建设单位原因 导致工期延误 但是延误了六天呢 六减四等于二 对总工期实际 只造成了两天的影响 所以工期索赔两天 索赔六天是不成立的 只能索赔两天 还是考的基本概念 总时差你找理解了 这种题就都会做 总差要不理解 很多人会发懵 延误了六天 就能索赔 为什么 这是建设的 不是施工单位原因 就能索赔 那我们这里看是什么呀 看对总工期的影响 看对总工期的影响 就是看总时差 所以说你理解 这个基本概念 每年都考 自由时差 自由时差 大家注意啊 只和时间参数的计算有关 自由时差 只和时间参数的计算有关 指的是一个工作 在不影响紧后工作 最早开始时间的前例下 它所拥有的机动时间 这个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不是一道 工期索赔 只是这对时间参数计算 它不太好算吧 但是分值上不会特别高 一个纯计算 纯计算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几个 基本概念 我们强调这几个 强调这五个 尤其是四个 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总时差 自由时差 强调这四个 好 现在我们做个题 先做第一个 常规题目 给你个网络图 让我们找总工期 关键线路 关键工作 大家快速做一下 这个题也不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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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个题目要找仔细啊 因为它本身不难 16 16 就是说找的关键性是哪一条呢 1 2 3 5 6 8 90 这条最长 其他的都比它短 4加3加4加3加2 算出来应该是16 16 关键工作有哪几个呢 支1 支2 板2 交2 交3 几个关键工作 这是常规题目 一般考网络图的话 这一般都是第一问 也比较简单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画图 画图呢 这里呢 首先有几个基本规则 这个基本规则呢 我们不再强调了 因为这个支点 在我们项目管理书上有 你自己看一下就行了 说到画图呢 我们这些年应该是 一件二件 一共只考了过两次 一次是2012年的二件 一次是2013年的一件 考的是先画网络图 再解题 画网络图啊 一般老师都不会讲 但是我这里还是 想给大家讲一下 看大家会不会画 你万一要不会画图啊 后面你没法解 所以说呢 我们这种基础班 我们还是会给大家讲一下 怎么画图 我们一般画图的时候呢 采用的是逻辑草图法 我们采用的是逻辑草图法 那么逻辑草图法的步骤 这个我先不讲 我先让你自己画个图 你尝试着画一下 我们到时候边讲 边强调这几个过程 比如说我考试的时候 给你提供这么一个双代号 网络图上提供了 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表 告诉你某些工作的 仅前工作 然后让我们画双代号 你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图画出来 我给大家 一点时间 你试着画一下 你看你能不能画出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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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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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错误 画双代号的时候呢 大家首先 你得注意它的表示方法 实际上大家平时做的提到不少 但有可能没留意 我们画双代号 要用两个节点 外加一个间线表示工作 间线上方表示工作名称 间线下方表示工作的持续时间 这是第一点我要强调的 基本的表示方法 工作的表示方法 第二 实际画图的时候 大家注意我们先画 没有仅前工作的工作 没有谁没有仅前工作 意味着就是最先开始的工作 要先把它画出来 在我这个题上有几个 有几个没有仅前工作的 有两个 A B 先把这两个工作画出来 我这样表示行不行 这样表示行不行 这样表示如果大家熟悉 会图规则的话 这样表示违反了我们 会图规则中有一条 哪一条 我们只允许有一个起点节点 所以说擦掉一个 继续 如果一个工作 有一个仅前工作 直接把这个工作 画在其仅前工作 结束节点之后 我再说一遍 如果一个工作 只有一个仅前工作 这个仅前工作 如果已经画出来了 直接从其仅前工作的 结束节点 引出该工作 比如说工作C 工作C有两个 有两个你先放一下 因为它难画 先画少的 比如说工作D 工作D的仅前工作是谁 工作B 这是工作B的结束节点 直接从工作B的结束节点 引出工作 D 没问题吧 继续 如果一个工作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仅前工作 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 是通过适当添加虚工作 将其仅前工作的结束节点 先合并到一起 这是A的结束节点 这是B的结束节点 我要添加虚工作 把这两个节点 合并到一起 也就是说通过虚件线 先建立其联系 但是所有的线 必须得有箭头 不管是实件线 还是虚件线 在你画图过程中 有一条线段 没有箭头 这个图是全错了 因为你交代不清逻辑关系 必须得有箭头 那我这里呢 也建立了一个虚工作 也得有箭头 往上指还是往下指 往上指 往下指为什么不行 因为往下指 会让工作D的仅前工作 变成A和B 不符合体意 所以它就不能往下指 只能 往上指 往上指 这就叫合并 在从合并之后的节点 引出工作C 这样四个工作就画完了 看看有没有错误啊 还有哪个错误 我们画图的时候啊 只允许有一个开始节点 也只允许有一个结束节点 在这里呢 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 都是结束节点 这是不符合会图规则的 所以说我们要合并 你要是一下子看不出来啊 最简单的方法 可以先通过添加虚工作合并到一起 这就要合并了 这是说这是什么图呢 这是我们所说的逻辑草图 逻辑草图要达到什么目的呢 两个 第一个 正确表示逻辑关系 每个工作 仅前工作必须和你的题目表格相一致 第二个 不能违反回头规则 所有的回头规则不能违反 你说老师我不知道回头规则 这个要求大家课下 你自己好好看一下书啊 我科学上倒也有 但你回去好好看一下书 不能违反回头规则 要达到这两条 但是呢 我画的这个逻辑草图啊 有一些虚工作 这是我自己家的 这些虚工作有的是可以删的 所以说我们下一步工作 要去除多余的虚工作 比如说 这个虚工作能不能去 这个虚工作去不了 去了之后啊 逻辑关系表示不出来了 这个虚工作能不能去 这个胸座我们说可以去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我怎么去 我可以把这个虚件线 直接擦掉 将工作C节点 结束节点擦掉 将工作C的件线 直接直过来 这样的话呢 少了一个胸座 工作少了 这个图看的也就简单了 检查没有问题 最后进行节点编号 保证键尾的小一键头 键尾 键头 键尾 键头 键尾 键头 好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一个图 再画第二个 高谈 好 好 这 没得出现 他是 按摩 按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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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块说一下 好了我们画图的时候呢 按照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画图思路 那你告诉我先画哪几个工作 因为ABC没有紧前工作 所以说我要先画ABC 有的虚然是这样画的 行不行 有没有这样画的 行不行 这个地方 违反回头规则了 所有的间线 必须都有节点 不能出现这种交叉线 我们是不允许出现这种交叉线 或者说是这种线的 如果不可避免必须出现的话 一般我们也得采用过桥法 所以说你再画图数 尽量压根就不要出现交叉线 出现交叉线很容易出错 解决的时候很好解决 我们可以直接将这个A处的这个节点 直接移到下面来就可以了 ABC 我们先把ABC画完 继续 工作地 工作地有两个紧前工作 我们一般是先画只有一个紧前工作的 但是这个题发现至少也得俩 至少有两个 所以说我们有画少的 也是先画少的 比如说工作地的紧前工作是A和B 这是A的结束节点 这是B的结束节点 我们怎么办呢 是要把这个 两个结束节点合并啊 好了有一种合并方法 直接把它擦掉 将工作A 纸下来 行不行 有没有这样画的 行不行 原因 违反我们会会图各种中有一条 就好了 相同的两个节点 不能表示不同的工作 相同的两个节点 不能既表示A又表示B 这是违反会图规则的 所以说不能这样画 不能这样画呢 我们还是要合并啊 肯定还是要合并 那合并怎么办呢 添加虚件线 虚件线呢 你要注意一个箭头 箭头往上指还是往下指 这个地方大家在拿不准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尝试一下 谁也不可能 一次性画对 大家平时画图也是这样 你不可能看 你看是看不出来的 我们就尝试画 比如说我让它往上指 往上指行不行 比如说A和B 结束节点合并了 再从合并之后的节点 引出工作 D 继续 工作E 工作E的仅前工作是ABC 看一下 ABC 有三个 有三个太多了 先画少的 比如说我先画F 工作F的仅前工作是D和E 能画吗 不能画 我虽然想画少的 但是这个E啊 毕竟我还没有画出来呢 所以说没法画 那你只能按部就班 从前往后 只能先画E 先画E的时候呢 AB的结束节点 刚才我通过操作 已经合并到这里了 那我现在要求 把ABC三个点都要合并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只能把工作C的节点 也得合并到A点吧 所以说你 这里建立虚件线的时候 只能往 往上指 你只能往上指 但是往上指这种选择 行不行 这样往上指 会让工作D的仅前工作 变成ABC 符合T吗 不符合 不符合意味着 这个选择就是错的 但是我必须得让它合并 刚才这种合并啊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原因是 前面的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所以说要全擦掉 我这里有个二选一嘛 既然往上指不行 那我们就把它往下指 再从合并之后的节点 引出工作D 继续 ABC的接触节点 合并 这里呢又可以建立 这个虚工作 又是往上指 还是往下指的问题 不能往上指吧 往上指的话 还是会让工作D的仅前工作 变成ABC 那我们怎么办 往下指 往下指的话 工作D的仅前工作 没有发生变化 还是A和B 你看这里啊 我在画图的时候 是希望大家养成个好习惯 就是你每添加一个凶座 你先不要急着画下面一个工作 你先检查一下 之前你所画的这个图 每一个工作的逻辑关系 有没有错误 如果有错误的话 你就不能往下画了 往下画也是错 所以说要随时画 随时检查 随时画随时检查 然后再从合并之后的 这个节点 画出工作E 继续 工作F的仅前工作是D和E 这是D的结束节点 这是E的结束节点 怎么办呢 先添加个虚工作 往上指往下指 都差不多 都行 比如说往上指吧 工作F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逻辑草图 最起码这个图画完之后 老师你看我画的对不对 你自己也要检查 就是说你画的这个图 有可能和我不一样 不一样不代表错 就是你画完这个图之后 你先自己检查一下 每一个工作的逻辑关系 它的仅前工作 是不是和表格一样 一样就对 不一样就错 最起码之前我们 给你个网络图 让你找谁是谁的仅前工作 你是能看出来的 那你自己画的图 你也得能看出来 你不需要别人去给你知道 你正常自己就应该看出 你画的这个工作 仅前工作 是不是和表格一样 好了 画完之后 我们再去多余的虚工作 这是逻辑草图吗 我们再去多余虚工作 比如说问大家 这个能不能去啊 这个去就是我所说的 把A直接画过来 对吧 把A直接画过来的话 它违反回图规则 这个能不能去啊 这个也不能去 这个能不能去啊 这个我们说可以去啊 我给大家去一下 我可以把这个节点擦掉 将工作翼直接90度折过来 这样的话是不违反 回图规则的 最后进行节点编号 保证剑尾的小一箭头 一 二 三 下面写四 这里写五 剑尾的小一箭头吗 六 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道题 啊 啊 感谢观看